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直一段传一段 然后老和尚也在提倡 对吧 我们现在就听老和尚就有蔡老师等等 所以这个来历我先澄清 然后我会一开始不会转入正题 先澄清一下英光老和尚的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会介绍一个我们认为道家的经典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李炳南老居士 在英光老和尚介绍的基础上 为什么他还会重申 这个这样重要 我们再看这个怎么发展 我们这个西讲 那是一定会依据这一本书之讲 那我们就开始 我们先念十生佛号 先给大家 Trons 啊 比 哦 逃 eens即 Ja i Tienthanti点栏目 阿 比 哦 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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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比 并 逃 阿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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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各位同學大的慈悲 迪倫今天晚上好 早上好 多好 迪倫今天習講《太上感應篇》 若有疏漏和錯誤之處 懇請慈悲執政 阿彼佛 開講正題前 迪倫先要不將應光老和尚 還有李炳南老居士 為什麼會提倡《太上感應篇》的原因 先簡單的帶過 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麼了 明白為什麼了 我們在看指紋 我們就有一個底了 從這一邊我們有一個底 學習就很快 當然還是要重複的講 這一個《太上感應篇》 文字不多 然後就非常直接的指出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之前我們在我們青年團 用英文來說 之前我們已經說了 咬凡視訊好幾篇 至少三四篇 當然我們迪倫本身講的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會重複的 那個內容也重複 多多少少都有 然後還有我們與盡一共是講兩篇的 用英文的 今天我們《太上感應篇》也自然而然會在英文那邊繼續講 那中文這一邊 迪倫是想直接走進原文 原汁原味 然後再從英文那邊再來體驗一下 為什麼會《太上感應篇》編入我們 進中學人的這個教篇呢 有道理的 其實這些善書都是印光老人家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已經提倡 然後我們遵循老人家的教誨 因為它是為我們這個現代的 所謂的現代科技 這個世代的人 這個程度而定的 那就是清朝滅亡之後 我們的人 就是狀態 可以說是越來越 人性越來越複雜 環境也越來越複雜 三二是非的那個標準也越來越混亂 因為開源多元了 然後變得很多很多標準 很多標準就等於沒有標準 因為我的標準 我的準則 你的標準 你的準則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結果大家都走到亂爛爪爪的 那這一些善書什麼的 他們只是講這兩個字而已 我們學了這麼多善書 為了就是這兩個字 搞清楚這兩個字 過後你再把你的標準 一定在這兩個字上面 你肯定不會走錯路 那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因果 所謂的善因得善果 惡因得惡果 然後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是稱為道 是稱一道一定要報 很準 很爽 真的是不爽 絲毫不爽 那 英光老和尚 他在這個指講 他是稱讚這個指講 很簡單 直接 連以前的啦 以前的時代 連妇孺都能聽懂 就是 妇女啊 以前沒有上 沒有教育嘛 因為女人比較少受教育嘛 就是說 就算沒受過教育 沒有那麼紋皺皺的 這些教育啊 都可以聽得懂 他是有理由的 因為他說的東西就是直接就是point out 就是 對不起 英文跑出來 就是指出這個事情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然後什麼後果 就這麼簡單 當然你要引申什麼的 那些我們先別說 我們先把那個基礎抓好 然後再去談那些高高的 那些其實我們根本現在都談不上 我們為什麼要用開上感染片 第一 人性本善 我們現在根據英光老和善的序文講 人性本善啊 面對很多這種境緣 如果沒有察覺 就會起執著 把自己本來好的 本來純的 這一個一面啊 掩蓋起來了 變成婚媚 就是已經失去了本性 失去了自己的本來好的這個念頭 外面看一下好看的 或者是不喜歡的 結果就帶走了 這是我們的問題 只是以前 現在都一樣 只要是六道 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聖人呢 教來 教很多了 已經 他們出現在我們世間 在不同時代 用了很多種語言 很多種方法 很多種名詞來跟我們講 聽得懂的名詞跟我們講 講到最後就是一個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真正成就自己的道行 成就自己道行了 你才能真正不被外面所動 你的信念很堅固 所以我們要戰 我們要戰勝欲望 必須要有像 像我們了凡世訊的英光大師 也講同樣的比例 一個人對於一萬個人這樣的感覺 千軍萬馬 只有我一個人對著千軍萬馬的那種感覺 因為煩惱多嘛 你就只有一個 煩惱有一堆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煩惱 就是要有這種毅力 不要膽怯 要剛 那剛在哪裡 那個剛的來源在哪裡 就是把這些道理講清楚 講明白 搞懂了 你就堅持 不要讓它被扭曲 被外面的不倫不類之言論 人事物扭曲 剛正不阿嗎 不阿 對不起 他以前用阿的 不軟 就軟綿綿的 被轉了 被著它轉了 這跟我們佛們講的隨緣不一樣 隨緣不是隨便 隨便就完了 人家吸毒你就隨便跟他去吸毒 人家去倉祭什麼的 你就跟他去倉祭了 或者是人家去亂來你就跟他亂來 隨緣是說這個緣 不管善和惡隨遇而安 不好的我自己學習忍耐 如果不行去找方法解決 好的我就順著這個緣成就它 就是隨緣 但是不變 有一句話隨緣不變 隨順這個緣分那是裡面知道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哪一條線不可以過 哪一些地方可以妥協 哪一些地方是絕對不能妥協的 這個就要練了 這個要搞懂了 這就是為什麼標準的重要性 倫理的重要性在這邊 結了婚的人 哪一條線絕對不能過 不管再怎麼爽 自己家裡有七小 不能亂來 我們是講很社會的東西 在外面怎麼好玩 時間到了就回家 報到老婆我回來了 就是這樣 講白一點 學生 或是自己做領導的也是 開玩笑開玩笑 但是不能開過火 有些地方不能講 有些東西不能說 說了就會搞到團體不合 有些東西你一時生氣 嘴巴不要講出來 講出來的話 你們這個關係就沒得走了 一時氣氛的話 不要講出來最好 這種就是 就是自己的心 要練到強一點 就不要讓 不要讓自己情緒左右你 你要控制他 你是主人 他是奴 他才是你的工具 這個情緒什麼什麼的 他一定是要拿來利益人才可以的 不是拿來 破壞自己還破壞他人 那講回重點 就是不要隨著物轉 物就是外面的境界 像很多種很多現象 人是物 當然 講來講去 全部聖人說說的就是要革悟 我們武家講的革悟之之 革就是革鬥 Fight 革什麼 革自己的慾望 革自己的喜氣 革自己種種的種種的 無私亂想 煩惱 喜氣 智 把它推到極致 把它做到最最頂 最絕 最遠 最圓 最圓滿 广充也是 也 智也是有广充的意思 to the maximum 那我們的良知 革悟之之 智什麼呢 把什麼東西推到最廣最圓滿 就把我們的良知推到最廣最圓滿 那就是佛心 但是这个字 老人家就说 它是好像 爱亲近凶 就是说对你的家人 有爱心 有耐心 对你的邻里相当 要关怀 这种良知 现在来讲 有些人会笑 这个好像很 common sense 大家都懂 是啊 但是有几个人做到 这社会的爱心 还会像以前这么淳朴 应该都不会了 都冷漠了 不是全部 但是就是有这个现象 已经冷漠的现象 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些良知被盖住了 被什么盖住 被平时的这一种 外面的环境 现在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诱惑 越来越多 视觉上的刺激 所蒙蔽了 加上自己心里面 本来就有很多东西 没有理清楚 杂念 无视如鸣的喜气 这两边 加工起来就完了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外面又强 又或比以前强百倍 我讲的以前是明朝以前 清朝以前的那种 春朴 甚至是二战之前到现在 老二上在这里讲很多了 所以非有教 有学有实业 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些现象搞清楚 让自己的清醒 让自己清醒的话 就不知不觉就给人家带怒 带偏了 这个很容易的 所以这些本来 本来是公知的这种 就是公共普遍的这种 公民教育 或者是说 普遍的这种 伦理啊 道德啊 以前所谓的普遍 现在变得好像有点奇怪 本来正常的变得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反而变成正常 这也应用了 应该是地藏菩萨吧 他说都已经 延非忘记了 总是世尊有讲过了 就是末法时期颠倒的很厉害 就是这个意思 正常的所谓的伦理道德 夫妻不能结婚前不能同居 邪淫不能邪淫 要要要 我们现在讲男女的 这个是最严重的 就是男女之间的相处 要以相知相惜 蔡老师讲过的是吧 相知相惜才相爱 对吧 这些过程都 似乎有点淡化了 忽略了 马上就跳到最后一个阶段 结果搞得自己也伤 人家也伤 自己家人也伤 人家家人也伤 不是两败 是多败俱伤 所以就 就是这个原因了 没有标准 你的标准 他的标准 大家都有标准 结果是不是真的标准 也不知道 事情发生了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样的 结果越来越困惑 然后去 什么 病急乱医吗 忘记了 有一句话就是 你病到很危了 你就乱乱找医生 结果找到那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粘服 那种算命的 那种 也不懂是对还是错的 那种 搞不清楚的那种 逻辑也是搞不通的那种 所以为什么 这一个伦理道的教育 为什么泰山改变 存在 还有在后世 必须推广的 这种必要性 就在这边 看得出来 那我们继续讲 那 总之 这些良知要找回来 而且要把它推到最极限 最不是极限 推到它最圆满 它没极限 这样子 推到最圆满 就是从小的 一个人 到两个人 到一家人 到一个社会 到一个国家 到一个世界 到很多个世界 到无量无边法界 这个就是推广 那先要 先要搞清楚这一边 然后 我们要怎样做呢 令先从格物置之而起 其所说功夫妙无以加 然 欲常人 依此修持 必有成犯 方能得意 所以英光老人家 他就说 我们 要修持 这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有一个 principle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 principle 那个 根本的这个 idea 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要依旬 这个道理 要怎么去修 修出来 我们要怎么个做法 如果我用四十五经 那个就太 太难了 它的那个 classical chinese is so deep 它的那个文言文 已经 现在的人 基本上 都很难读得懂 现在你给他看一个简单的文言文 他们都喊 哇 这个是什么时代 给他看繁体制 他都已经叫了 我是说学间理智的人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要 恢复传统文化的 必要性 因为没有这个 工具 你就读不成了 那 讲回重点 很多很多 很多很好的书 但是已经是 太多时间 太多精力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可以马上用得到的 因为现在已经急着要用了 没有读多书的人也抓不到它的意思 你没有一个好像叫做reference point 你去读它 你就好像去读一个外星文 就像现在modern people 去读Egyptian的那种 heografe的感觉 就现代人去读那些 爱极的那种 那种符号 抓不懂 搞不懂什么 所以为什么太上感言篇 在这一边就来得最恰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清楚 什么是凶 什么是急 so in English consequence good consequence bad consequence 何为急 何为凶 何为趋吉 避凶 go towards the fortune avoid the bad consequence beware the troubles 趋吉避凶 然后什么是福 什么是善 什么是福善 什么是祸盈 这些道理讲清楚 然后这些事情也讲清楚 很简单 现在我们看很多 很好的presenter 很好的讲演家 什么的 他们没有啰啰嗦嗦的 以前的时代 可能世界很多吧 因为不需要上 工商世界很忙 现在以前 可以讲两个小时 大家坐在那边 喝点茶还是啥的 现在没有 现在不能 现在大家都很宝贵 一分一秒都很赶 上班八个小时 什么的 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去洗衣服 还要什么的 家务 还有要出去应酬 给你两个小时都偷笑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浓缩起来 太上感言篇 直接讲重点 胸 福 你要福 你不要凶 好 那个福是哪里来的 那个凶是怎么弄过来的 你要躲避这个凶 得到这个福 我还跟你讲 这个福的那一个 详细条件是怎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些言论很直接 很了当 很容易打动人心 何者为善 何者为恶 为善者得何善报 为恶者得何恶报 就这么简单 但是又不简单 他的道理很深 你去体验一下 动策畅 对方说 动策根源 明若观火 且愚人之不肯为善 而任意作恶者 所以就是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啥报 什么报 对不起 我的口语了 是什么报 什么样的三报 什么样的恶报 还跟你讲 然后讲 我搞清楚了 原来我这实力是吃亏的 真吃亏 不值得 以前道德讲坛也讲过 有我们的谢总 很自卑 他开道的讲坛 有一个年轻人 真的是他180度 从最糟糕的一个生活状态 乌正业等等 结果自己转过来了 去服务人家 去做义工 结果找到一个老板 一个人是老板的人 他不知道 他在义工团体里面 看到他 老板看到他 真的很勤快的小伙子 他就请他上班 结果他生活就回到正常 他就讲 原来我冤枉 我以前去搞这种 偷什么的不好的东西 冤枉的活了几年了 几年了 年轻的 是十年吧 应该 现在我你看 好好的去服务 结果得到福报了 结果顺理成长 拿到一个正职工作 有薪水 又有照顾 又可以提供家人 小人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真的是冤枉 真的很冤枉 所以我们现在拉回来这边 就是说 你原来知识自己 是害死自己 根本就没有利益 No It's a zero-sum game Self-interest It's a zero-sum game Overly Selfish Zero-sum 赢不到 No win 所以真正要赢 真正要双赢的 就是要去利益人家 利益人自然去利己 就是这么讲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书的好处在这边 没有这么多文字去演示 就讲得很明白 其他的都是说 这些做大官 宰相 元首 以前以后你做了什么 搞主管 小主管 大主管 家长 肯定会当家长 大多数的人都会 什么长 什么会长 什么可能当不上 但是一定会当家长 就算出家了 也要跟生团一起生活 也是一样 是人的团体一定要有的 所以这些 不管你做哪一个位置 你这个书不可以离开 他就是 也了凡先生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于晋异宫 他本身也是看了 他不是说有赴英国之言 他应该就是读这个 那个时候很新 太像感言评真的是 从宋朝 我看到这个书了 宋朝到现在 吉福孝宰之道 宋朝到现在 他们很多人都读 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 不是说你读了 就做宰相 庄园 而是说你坐上这个高位 你不靠这本书 是不能的 是 没有标准 你会开始松散 因为很多人在下面 或者是在你上面 什么都好 都会讲很多重言 因为你事多 你做高位很多事的 跟你说很多事的 就算一个低位都感觉得到 就是坐高位很多事 很多人跑过来 讲这个讲 那个讲 没有标准的话 你就给他带了 带走了 带偏了 变成昏君了 所以要有这个标准 搞清楚 当然你要活用 这个要靠自己的智慧 活学活用 但是重点就是 你要有标准 然后呢 他还可以发挥 根据你自己本身的时代 还有性质 你可以发挥的 这些东西是跟你讲一个道理 然后你再发挥 这些事例也不要说 一个字一个字的 是板板的扣在哪 重点是要把它那个道理 这个事情的道理 用到你生活上 就对了 所以你不管你做哪一个 长 家长也好 会长也好 董事长也好 首相也好 可以用的 真的可以用 那真正的因果 在读字文书的 真正能根据他修行的人 他能呈现 道家修仙 这是道家典籍 太上老君 可以呈现 可是呢 英光大师也讲过了 如果你发菩提心 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真的是想要搞这个 大菩提心的 你可以用它来做 你成佛的跟智良 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 学佛智良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个善根福德 从哪里来这边 人天成 不是 不是其中一个吗 也是吗 我们现在在人天吗 人天做好了 才能讲 僧文圆诀吗 然后才佛菩萨 虽然我们说有 圆超的 但是并不离开 这些阶梯的 后面会讲 所以若以大菩提心行之 则可以超凡入圣 了脱生死 断三祸以正法身 缘符会以成佛道 况区区成先知 人天消果而以乎 所以你要想成好的人 下一辈子好一点 不要讲下一辈子 就是下半生好一点 或者是另外五年要好一点 都可以 明年要好一点 下个月要好一点 都可以 看你有多精进 这很公平的 那你要成佛 成佛都行 何况这些 注解很多 但是丁光大师会提倡于清朝的 元朝的这一些注解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太深入 汇编 如果读不懂 汇编也有讲 汇编就是一个很 就是它拉长它的 就是泰山港元片很短 它讲的很直接 然后它会每一个 势力 好的不好的 势力 它会以现实的案例来讲 它说如果是什么 什么 泰山港元片 有 后面会讲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然后他会 汇编会把它再拉长 拉到很厚 他会说 这一件事情 在哪一个朝代 有什么事情发生 讲到很详细 所以 大家都可以 马上听得懂 这个是好 这个是不好 不懂文字的都可以 很容易体会 所以这个书只讲 文很浅 但是它的词 不会粗暴 很优美 大家都不会觉得很熟 因为这些道理 都是因果倒映 都是很 很浅显 但是它又 又可以用 用得上的那种 那我们就一起 一起来看 一起发挥 一起去学习 讲到最后 就是霍福无门 为人之兆 三日之暴 如影随形 那我们 李比南老居士 他就也说得差不多了 他也是说 就是一起合拍 跟英光老人家合拍 就说到 因果报应 要搞清楚了 我们才能 把我们的人生弄好 然后呢 我们有 很多种人 需要听很多种话 听得懂 不同种的话 所以你的话 一定要契合他的 他听得懂的那种方法 不只是同个语言 还要 那个用法 也要用到适合 他们才听得懂 所以这些东西 都要方便 你不用方便 人家上不去 自己跟他讲 自知民心 见信成佛 没有几个人 只有一个 六指挥人 其他的都要见修 要修得很久 所以 这一个是有必要的 那我们太像感应篇 肯定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阶梯 那太像感应篇 虽是道家 它文字呢 又很普 纯朴 很普实 它不会很多 腐化的字 就是不会太多 Description Straightforward 有说功 有说过 何为功 何为过 什么是功 什么是过 什么是善 什么是二 一样了 他现在 这一个文章 他是专门 对我们佛教界的 大经大论的人 喜欢讲大经大论的人 专门提一个提醒 就是说 讲到法华 华言 这些最好的 最善 最圆的这种教法 他的根基 也不离开这个英国 就是说 不离开太神感言边 所要彰显的道理 英国 如果只是他高谈 空有 现在还是一样 很多这个问题 只是讲空 什么是空 什么是有 大家都讲到高谈扩论 感觉好像 好像有 好像没有 讲到最后到底是空 是有 都搞不懂 不如 老老实实的 把这个英国报应 放在生活中 都好好的时间 得善果 得善应 然后再来提升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所以他 他专门是这样讲 然后他再说 就算在佛教里面 他都没有排斥 波罗门的教 如果那些波罗门的教育 波罗门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所 对我们中国佛教来讲 是道教 对于原始的佛教 就是在印度的 是波罗门教 Veda Brahmin 有些善的 他们都会提倡 他们不排斥 哪一法不是佛法 对吧 所以连偶异大师 都要用周易 孟子 来治 来治理 一个团体还是什么 他就是想要用 这些世间的道理 很深一下 说是世间 但是也是很深 周易 孟子 不简单 也是很纯的 是真的东西 他也要用这个来劝善 偶异大师 更何况我们 对吧 大藏经也做榜样 所以不能说 他是因为 他不是佛教的 他就不对 不是 这种的话 你就把佛的心弄小 本来就是 讲善恶的 讲因果的 只要不离开这个教义 一意不一语 已经讲过了 这个法因 佛法什么叫做佛法 一意不一语 其中一个是 四法因的一个 一意不一语 他的意识 没有离开佛陀的意识 没问题 他的语言可以不同 他的用法可以不同 可以做来 勾我们进入佛门的 或者是勾我们真正上路 真正上到 上到菩提的 你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要讲这样多 就是 创销一个书的时候 你要先跟他讲 他的来源怎么样 他的作用怎么样 你们才听得下去 如果直接就跟你们讲 佛福门 为人之招 也不错 但是 我还是觉得这样的方法 应该对我们来讲 还比较实用 Marketing一点 当然我讲得很熟 但是 这个道理也是一样 也是跟你们讲 这个可以把你们 带上几个世界的 如果我们 只是讲几个世界 或者是 现在要的东西 都可以 可以的 连几个世界都要 把你带去 更何况这一些 为什么我可以 讲得这么肯定 英光大师都讲 这些可以让你 你发布提醒 一项专念 然后你再去修这些 住行 这些很好的基础的话 你连成佛 就是去几个 成佛 都可以 更何况现在 跟你家人 或者是跟你的 事业 什么的 这种世间的 人天的这种 善子 现在需要用到的 都可以修成 连成佛都能 更何况是这些 是这个意思 而且 地藏菩萨 本愿经 都说世间因果 所说大都 常诗地藏 本愿经 所说大都 世间因果 考其实教 当世尊将 入涅槃 自己 误乎 总之就是 地藏菩萨 都是假世间 因果的 他现在说 什么是山 什么是儿 为什么人 会多地狱 地狱中有很多种 对不对 地狱里面有很多种 地狱也没有 读到很深 大概大概就是知道 也是一样 跟太上刚一篇说的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 这个因果 为什么有 这个consequence 这个后果 就是因为这个因 你避免这些因 你就自然不会有 这个果 以前什么 那个先不要说 那个 你来顺受 那个要练 现在你搞懂了 你自然就不会 跳进去火坑 你看着 明明看着它是 a pit of fire why would you want to jump into a pit of fire right 没有人会 自己把自己 推向火坑的 没有人自己 把它推向那个 cliff 那个悬崖的 看到是悬崖 你才不敢去 很多人为什么 跳进去 因为把它看成是 温暖的草肠 或者是说 这个食物 外表很漂亮 不知道你没有毒 你知道它是毒 你敢吃吗 就这个意思 连世大师说过 我就是 推风助兴 连世大师说过 像美女 还是什么 淫浴的这个东西 就像一个 很漂亮的 包装的很漂亮的食物 但是它里面 全部都是毒 咬下去就 一命无乎的 所以为什么要搞懂它 为什么 它是毒 而不要给它的外表 所骗 现在我们学这个 也只是一个意思 这引申一下 拉回来 拉回来 对不起 我要拉回来 我已经违反了 使用讲演书的案例 我还没有学好 纵观精知数学 拉拉拉拉 先进英国 这次出口 这就是现在的弊病 好高谈过论 谈到很深远 但是结果到 讲英国的时候 反而觉得有一点 不好讲 大家都喜欢听那种 很有残疑的 很有风 都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没有 没有实践的 没有实践性的话 做不到 不然的话 就是坐在 坐在 坐在 普团上 就面对墙壁 那不是 不是啊 Yoga这些都是很 强身健体 但是它跟你修 信心没有关系 没有搞懂的话 你修什么都 只是修个样子 就是做演员而已 没有真功夫 要有真功夫 这些东西 是帮助你的 如果没有真功夫 这些东西是 自己骗自己 或者骗人家 通常都是骗自己的 都不懂 以为自己 什么开了 什么卖了 然后又痛了 什么的 连南华金老师 都在批评 都说这些都 很多都是 搞到去修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没有错 那是你把 强身健体 当成成佛的 那就有点好笑了 可怜了 不是好笑 笑不出来了 后面的后果 我们不知道 OK 所以呢 他有个朋友 我们的 李炳南老局 是李师公 如果我们称 金鸿老和尚 为我们的 导师的话 我们就称 李师公 李炳南老 血肉老人 李炳南老局 是另外一个名字 他有个朋友 金天义 应该是 金先生 也是学金中的 他也是名幻之后 就是很有高官显赫的 那是民国初年 已经没有什么官的 没有什么朝代的 但是他之前 是有做官的 他的祖上 他就说 多印这个 他像港元篇 然后他写一个序 愉悦 孝宅 能是 金先生 以税之真 他就说 他就跟他 这个李老师 就跟这个金先生 就说 这个要送给谁啊 应这么多吗 我们先送给谁 他就说 先送给 信的人吧 不信的 你送给他没用了 他只是说 先送给信的人吧 我就说不一定 不是的 优先顺序 应该是送给 那些完全不知道的 没概念的 为什么 信的人已经有做了 或者是 开始有这个概念 有个concept 他understand的concept 他用这个 他有这个概念 在他脑海里面 脑海里面 然后呢 他就 就像一个人啊 已经正在 潮往更好的生活了 强身健体了 他不会 他身体没有生病 他就慢慢恢复 那药呢 我们先别挤着给了 他可以自己恢复嘛 那就让他自己恢复 药可以慢慢给 不用一下子给这么猛 可是那些完全不懂的人 或者是没有概念的人 或者是根本就not aware of it 有时候信不信 是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总得给人家一个机会吧 他后面知道了之后 他信不信 那是他的事 得先让他知道 搞清楚 有这种东西存在 叫做英国抱怨的东西 让他有个概念 这些人 他们需要知道 魅的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 愚昧或者是魅 就是不知道 或者是 更惨的是邪见 那个就很惨了 那些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已经差不多要死了 或者是说已经很厉害了 你就要快点 不可缓于药食业 你要快啊 你要给他猛药啊 所以这个太盛肝病就是猛药 拉他回来 有时候他现在不接受 你给他放着 他有时候生活真的是很惨了 就像我们的刘树云老局师 他本身中了那个病 结果一开老 上早年的 2010年的 好像是讲经的 阿弥陀经啊 还不是讲无量寿经 还是讲阿弥陀经 简短的 听了整个晚上 三天三夜 没睡觉 好像整个人 几个月没冲凉 突然间一冲 就很爽的那种感觉 我讲得很不恰当 对不起 那是就是那种感觉了 其实整身黏答答的 然后整个人就浑身不湿 然后又很累 又很拖 又没有着休息 结果突然间来到一个地方 可以好好的洗一澡 可以睡得很舒服 就是应该是那种感觉吧 大概是这样 一样 你管他信不信 你就给他 他收不收他的事情 我给他 然后他时间到了 因缘到了 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其他路了 他再去看这一个 说不定他又拔回来了 说不定 说不定 重点就是给 就对了 给他那个缘 自有通三丈 送万纪 未破半顾普团 未断一万念珠 则而高你大坦 多阔达空 是位媚众之媚 乃并将及高盲者 哇这个厉害了 李老师真的是 他现在这一个序文 准备针对 就是所知障的人 就是已经 自己以为知道了 结果不知道 强不知以为知 那种的 真的搞不懂的 以为自己搞懂了 就用那几句文字 其实迪伦自己也要小心 自己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懂太多 到最后什么都不懂 没有搞清楚 这个要提醒 尤其是读很多的 或者是听很多的 听得杂了 所以他说 比起完全不懂的人 那些自己以为懂的人 那个才是最严重的 最需要这一个 太像感应片的 所以太像感应片 优先顺序是 强不知以为知的人 然后是不知的人 然后才是真正去实行的人 老实人 比较老实的 所以老实人已经是在道上 不怕了 像那些我们 提论也忏悔了 就是那些自己 高堂阔论 喜欢这种 谈寻说庙 说起来一堆佛经的 然后但是到最后 真正的核心思想在哪里 搞不懂 听起来就是一堆 文字丢来丢去而已 到最后真正 生死关头的时候 用不用得上 不知道 搞不懂 或者是 自己以为自己学了佛 然后 圣灵过后你问他 现在你有什么感悟啊 你有没有消息啊 不知道 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这是最惨的 不知道的人还可以 真正不知道的 他完全没概念 你一听 他一听 他可能就马上转了 反正那些以为知道的人 说我不需要再听了 老和尚都讲了很多次了 不用再听了 结果生死关头 或者是已经要死了 或者是生病了 躺在那边 结果一句符号都念不出来 还不是一样要被牵着走 这种话要讲 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打醒 说之下很严重 所以 这是因先知又先也 福因果不落 不昧 一言之深度 曾以言为心生 而深度是心所造也 只待尽之机 宁不为灾 宁不为灾 总之呢 就是说 一切法为心造 怎么样才做得到这个程度 先把因果搞好 不要愚昧 不要媚于因果 有一个五百世作 也胡因为讲错话 不落因果 不是不媚因果 佛菩萨 受不受因果 舒服啊 他就说 不落因果 不是说不媚因果 就是说他 他因果对他 好不起作用 错 他 他要跟着因果走的 他度化众生 要顺着因果的 他很清楚 什么是好因 得到好果 就像一个 很厉害的科学家 或者是一个 很厉害的工程师 他知道这个机器设计 是为了做什么 这个机器 他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他的限制在哪里 他的那个上限在哪里 以后操作的时候 他不能超过 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不然他就不能操作了 就是这样 因果也是一样 他要去度化众生 他知道他的那个 上限在哪里 他知道这个人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他是什么来历的 他以后 要成就他 那个好的道路 要怎样 促使他这个缘分 等等等等 很深啊 我们这个命 讲不完了 我们这个人类的命 太短了 寿命太短 去极乐才说 但是先把道理搞好 因果不落不昧 一言之深度 曾以言为心深 而深度 使心所造也 此代尽之机 宁不畏哉 所以我们因果 讲到 他的作用 就是深度 善因就深嘛 善因就是造成你 向上提升 人就天 然后到生闻菩萨佛 度就是恶因 然后有恶元 然后就恶果 所以很危险 不是危险 就很 很要谨慎 好 我们这个序文 就收到此 主要两样 第一就是 什么善法 都是教我们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成就自己的德行 什么叫 克制自己欲望 成就德行 就要先把因果搞好 有因果 就像有个楼梯 你可以慢慢爬上去 没有因果 道理的话 讲什么 都是在空中阁楼 那泰山感应平 是因果 教育最普及的 在中华圈里面 普及的 很广 对我们来讲 根性特别 奇迹 虽然说的 很多一些 我们觉得是鬼神 什么的 但是他真正的 重点 并不是在鬼神 而是说 借着他们 来彰显出 这个所谓的 世界万物 一定有因果 而且不是 你看到才算 不是眼见为实 你眼不见不实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我们很多看不见 那个bacteria 看不见 它也不是存在 对不对 细胞看不见 现在我们要靠 那个machine 才看得到细胞 它存在吧 对吧 空气看不见 它存在吧 我祖先看不见 我祖先存在吧 存在 不然为什么有底论 很多东西 有些 所谓的 common sense 其实 根本是 no sense nonsense 叫做所智障 讲到最后 那个才是最厉害的问题 现在也是很多 自己以为懂 其实不懂 所以也要告诉自己 就是不要 不要自以为是 必须要 寻寻渐进 跟着 这个教理 一步一步的来 有点古板 不用紧 才开始 一定是这样 不可能马上就灵活的 做上十年 二十年 我可以给保证 那就顺了 就像余晋余工这样 他越做越顺 他自己就不需要去想 他就做善了 我们现在不可以 我们现在必须要 有个框 慢慢来 那我们的框 怎么说呢 实际关系 我们不拖太远 我们就直接说第一章 太上感应篇 我们先念原文 第一人先根据汉语 拼音 我看不懂 博摩佛 对不起 有机会去台湾学一学 博摩佛 好 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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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回来 大家回来 抱歉抱歉 对不起台湾歌 阿弥陀